桌上有万寿菊的 然后拿给我看 更是各样的植物摆在桌上 志工带着小朋友 用身体的五感认识植物 颜色的味道好好地夹出来 这个就是你们现在已经有 祝菊 有寿菊 有味菊 观察种子课 则是让学生亲手种植 体验植物生命的奥妙 还有大朋友独一无二的环保玩具 二 三 玩具不需要用花钱买 自己可以了解科学园女之后 我们自己动手去做 特别是环板的游戏 付出是另一种学习 小朋友到观生祠院跟福田 一起维护医院的环境 表达对医疗团队的感恩 接着回到金丝堂 自己动手做点心 认识自然的食材 学会为健康把关 我今天上这个课很开心 而且又有 而且又有很多师傅师傅回来我 这样我才有上到那么好的课 这两天的午餐都超级好吃的 谢谢小师妈妈 每天的课程也很有趣 短短两天的迎对活动 课程充实有趣 孩子们带着满足的笑容 期待和志工们下一次的相约 大约新闻 珍珊美志工杨树山林素月台东报